语兔粉们 今天带你去看什么呢 华山的希望四集 诶 希望四集是什么 公益的吗 还是什么 看接下来的影片咯 嗨 我是鱼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如果你今天是新朋友还没订阅的话 赶快点击下方的订阅 那旁边的铃铛也不要忘了 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哦 那我们今天要讲讲的是什么呢 我在华山迷路了 所以我们步行到了一个好奇怪的地方 那也是个四集 可符合我的时代哦 那这个四集是什么 叫做希望四集 那希望四集是做什么的呢 卖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农产品的 有点像是圆山的那个四集一样 就是都是在卖农产品的 有很多有机蔬菜啦 有机水果啦 就是很多的农夫 可以在这边 摆摊好 有关于它的有机的商品啦 或是农产品之类的东西 那我觉得去逛逛的 我觉得我喜欢 很适合我 那它是每个礼拜六 礼拜日都会在那边 有摆摊哦 然后如果喜欢这种农产品的话 也可以到华山去看看哦 OK 不知道在哪里 可以在下方更多资讯看 或者是Google一下 希望四集 那我们先来去看希望四集里面 卖的是什么东西咯 那去看影片咯 这个是什么东西 走着走着就发现了这个东西 叫做希望广场 感觉好像不错 好像也是一个四集 那我们就去看看咯 首先要先过马路 然后过去看看咯 这个是农夫四集 里面有很多的农产品 不管有机的或是 就是一般的这种水果啦 茶叶啦 那都会在这边做摆 那应该是农夫 或者是他们自己出来拜的 那品质上面也会比较安心 这里其实比较适合我的时代 因为我就喜欢逛这种农产品的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逛的 其实还蛮开心的 那种力其实还蛮多的哦 那对面这边就是熟食区 你想要吃熟食 就要到对面去那边咯 好 买三盒送一盒找鸟优惠 哦 还送水果月曆油 度量有限送完为止 然后这个是 柳丁的农产品销售活动 然后这个是一个咖啡店 哦 这边还有我们还没去逛 就来去看看咯 那这里是其实刚刚 你看到那个地方还没有逛到的 那我们就回头来去逛 那这边是有很多有关于果素啦 醋啦 然后茶叶啦 还有一些有机素材跟有机水果的地方 就是比较属于生的东西 所以没有这种熟食的 熟食是刚才在对面那边 才有一些熟食的部分 那这边这个是茶叶 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火龙果啦 有机火龙果 很多很多这种农产品 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来这边看看咯 那因为现场的环境非常的长 所以回来配音咯 希望不要见怪咯 我相信你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希望四集所有的东西 你觉得你会想要来逛这个希望四集吗 你是喜欢农产品的人吗 还是你觉得逛这种东西实在太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呢 在下方留言跟我讲咯 那继续还是华山 接下来还是华山的影片 会有几部我还不知道 继续剪辑咯 那你们也继续看下去咯 OK 好 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啦 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可以留言给予我 OK 影片结束咯 还不赶快点击你的订阅的钮 旁边的铃铛也不要忘了咯 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点一个大大的喜欢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停停下来 我们看我下次用怎样的影片来记录生活咯 掰掰